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手机早就是存量市场了 在欧家体系这套全新的布局下 OPPO品牌发力大高端 只要realme能多卖一台 隔壁的Redmi就少卖一台 今天我手里这台X7 Pro 在产品定位上就明显是冲着刚发布的Redmi K30至尊版去的 而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 厂商们也不再提什么千元机了 中低端定位的价格区间已经来到了2000元档 这台X7 Pro当然要和Redmi正面刚 当然也不止是刚 咱们也看一看如今的这个2000元机 比起自家高价位的旗舰机 那体验起来都差在哪 榄anti X7 Pro现已加入手机评分小处讯号 Hai Teos3 大家可以扫码查看 对比来自Fulabs的测试数据 为感兴趣的手机打分点评 正片现在开始 X7 Pro和Redmi K30至尊版的全面屏 一个挖孔一个升降 单论全面屏暗示效果已经和旗舰机没有什么区别 中低端大下巴粗边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唯一的差异在于没有采用 今年旗舰机标配的曲面屏 当然这在我看来还是件好事儿 后置多摄模组的造型设计也和旗舰机差别不大 外观上乍一看和旗舰是一样有面 当然如果真正上手去用 你还会感受到细节上透出的这种品质感 以往的中一端机即便外观唬人总给人一种色力内忍的感觉 说的就是品质感的不足 这两个机器背板都加入了包括色彩 纹丽炫光在内的多层镀膜 看起来很润 很通透 Redmi K30至尊版的中框还是亮面的金属材质 比起塑料中框的realme XC Pro更具有视觉的品质感 后者在塑料中框上增加了一层类铝合金质感的磨砂烤漆 看起来摸起来破绽倒是都不大 但是长期使用灰灰掉漆还有待考证 对于手机而言 品质感的体现除了视觉还有触觉方面 两款手机的屏幕刷新率都达到了120Hz 这个规格哪怕旗舰机都是今年才刚刚普及 但是硬件到位了 软件优化也得跟上 同样的S2C配置下realme XC Pro日常应用中很少吊针 就颇具流畅滑动的品质感 而Redmi K30至尊版从亮屏开始就不停的卡顿 体验上就差不少了 这个锅应该由MIUI来背 除此之外 两台手机在侧边的物理按键松框程度 按压阻尼和回弹的干脆程度上都和旗舰机没有区别 触感的振动反馈上配备的都是Z轴的卸性马达 UI上也都设计了多处的振动反馈 只是振起来比旗舰的X轴少一分干脆 品质感上realme和Redmi仍然是打得难解难分 而2000元机给人的感受已经是和旗舰机差不太多 而不像以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差别 这台XC Pro的细节上也能看到失出OPPO的痕迹 比如说电源键的凹凸纹理和彩色设计 还有床条状而非圆点状的扬声器开口 realme品牌在X50 Pro玩家版和V5身上引入的设计员改动 沿用在XC Pro的身上 它的闪光灯被整合到了后摄的模组内 整个模组的造型从一条变成了一坨 并且取消了最顶端那颗摄像头周围的小金圈 3V尺寸算是今年的平均水准 随着旗舰普遍上碳到半斤重 184g的重量在今年也能算得上是轻快 比起在升降结构的Redmi来说也有可感知的轻 人机工程学设计比较合理 摄像头位置无论横握竖握都难以遮挡 打游戏的时候也不需要刻意避开上下两个扬声器的开口 没错 realme X7 Pro和Redmi K30至尊版一样是双扬声器 这种以往旗舰机专属的规格也开始在2000元档普及了 两款手机的扬声器都无视对称式的设计 左右声道听感上都有差别 realme还比Redmi多支持了杜比全景声 听感上也要略胜一筹 好 尝尝 空气 当得飞来 呀呀呀 乔乔冬的花园弯 手臂好说明天晚 冲打你的眼睛快 Happy running I'm a gunning 呀呀呀 Happy I'm not one of one 十分点小花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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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因为外套他们的手里太赛了 fucking 高配置我只能乐远想再把他们排除 在外没有资格参与我盼烂的商业 那就几次我听下来 都穿低线的水平 我惊到了破清歌来回长海参加 终于你不锈钢链子上肚子都尽掉了 哦 他们说猫的叫做三天猫不懂 说你对我弄死了 和双强式器一起出现在realme XT Pro身上的还有双电芯快充 随着下半年的旗舰逐渐上探到了120W 年初还令人震撼的65W已经迅速下放给了这个价位的机器 可见现在手机市场迭代的节奏真的是太快了 XT Pro也是市面第一款配备这一快充规格的非旗舰产品 它标配的是自家旗舰同款的65W单化加充电器 充满的只需要44分钟 这个速度已经比去年的旗舰机还要快 相比之下Redmi K30至尊版的33W就显得不那么至尊了 影像维度的产品力在今年的手机市场上也是迭代飞快 比起自家的旗舰这两个手机在胶段覆盖上就有段位差距 旗舰机都有长胶端 2000元机一往上变胶就只能靠锐化了 缺胶段的问题自然也体现在人像上 咳咳 又到了快女朋友的环节 无论人像抠图的精度 磨皮的力度拿捏 还是肌肤色彩的呈现 Realme的表现都比Redmi的直男审美强得多 而它俩共同的问题是既不配备等效50mm的摄像头 也不具备在取景器里拿主摄裁切两倍的选项 用等效25mm左右的主摄直接拍人像 给太多的背景虚化反正会显得不自然 主摄表现上Realme Xe Pro在目前的固件版本下 涂抹力道有些过猛 面对复杂的细节表现不太好 而且日间也有几率拍出肉眼可见的尾色 画质比起Redmi K30之尊版要差 希望Realme的影像部门能够尽快通过OTA来解决问题 至于大光比场景和极限暗光环境的表现 两款2000元机都只能说是将就拍一拍 和旗舰机之间的价格差距还是能直接反映在成效素质上的 就目前版本的体验而言 Realme Xe Pro的相机显然还具备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而考虑到长焦端 OIS等硬件上的缺失 这两部2000元机的影像实力应对日常的生活记录尚可 要是像我一样经常拍女朋友 或是搞其他艺术向的手机摄影创作 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去买旗舰 硬件配置上Realme和Redmi两部手机都搭载天机1000家 王者荣耀真律力行拉满直线 我们之前测试Redmi K30至尊版的时候已经证明了这颗SoC 拥有跑吃鸡超高清材质包稳定60帧的实力 但是默认状态下这两部手机仍然受到严格的画质和锁帧的限制 我猜测这也许是针对发热和功耗的控制 因为即便在不破解游戏就在HDR高清40帧的限制下面去打 Realme Xe Pro的机身温度也达到了40多度 而且功耗也不低 而作为硬件指标一部分的屏幕规格 Realme Xe Pro和Redmi K30至尊版在基础参数上比较接近 原材料的面板亮度表现和旗舰机也基本没有差别 Realme的问题在于不支持任何色彩管理手段 屏幕默认的色彩空间是P3 显示网楼上最常见的SRGB多媒体内容会过饱和 而且因为相机拍摄的图片使用SRGB的描述文件 所以显示自己拍的照片也会过饱和 Xe Pro的Realme UI 1.0其实就是混合的ColorOS 7 功能性和操作逻辑设计都完全相同 而且因为硬件上支持了NFC 系统中的支付功能也都完整提供 只是在视觉设计上做出一些小改动 但是改的还不彻底 比如说控制中心的按钮和空间改成了圆形 而其他界面的图标搜索框等等的空间 仍然基于ColorOS的圆角矩形基础元素 所以视觉上稍微会有点割裂感 Redmi并没有自己搞一套Redmi UI K30直准版搭载的MIUI12也完整继承了所有的特性 当然Realme也不是没有广告 而且这种非推送通知的应用内广告位还不能屏蔽 总之在千万次都能看到广告的今天 作为国内定制化安卓的用户 我们只能懵懵忍受了 我们说做产品就是取舍的艺术 Realme X7 Pro称它上是刀法精湛的代表 这四个字并不是贬义 它的65W快充 数字上就比33W大了近一倍 容易宣发 容易感知 120Hz的高刷新率也一样是一个非常显性的卖点 比起同门的旗舰机 X7 Pro已经能做到大面上接近的硬件实力和品质感 它的刀砍在要求更严苛的旗舰机用户所重视的细节体验上 比如相机的动作焦段覆盖 屏幕的色彩管理 高负载下更好的发热控制 而这个价位下大多数的目标用户也许并不在意这些细节 在2000档这样高压的成本控制下 尽可能多的塞给目标用户需要的东西 就是高性价比 Redmi一直以来都是性价比的代名词 Realme X7 Pro顶着K30之尊版的压力发布 生来就带着对标Redmi的使命 而它的表现也堪称优秀 这是艾佛科技 我们下期视频 拜拜